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正式开始 那么现在离七点钟还有几分钟 我们稍微的等一等 其他的同学陆续走进咱们的直播间 那么从今天晚上啊 我们就开始讲下策了 就是研究二元函数 那么二元函数 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心理上感觉 比一元函数难 实际上这个静下心来 好好的复习会发现二元函数的知识 它远远没有一元函数的知识 那么复杂 那么讲技巧性 这个二元函数呀 相对来说其实是好复习的 只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障碍 你要克服它 好我们稍微等一等啊 怎么抽奖 你怎么知道今天有奖品呀 是的我们今天是安排的抽奖 今天呢我们是安排抽三个一千题的书可包 这个什么时候抽呢 直播结束之后 一千题第二讲好难 这个不是已经更新了讲解视频吗 一道积分算一天 这位小伙伴第二章是数列球极限 确实有难度 你要先想先做 然后呢听咱们的视频讲解 应该能从中获得一些经验和启发 这个你要坚持着去做 坚持着去听 而不是说这个很难 我就放弃了 我就把它撕掉了 这是不应该的 三十奖 现在什么时候更新 这周 这周会更新 这个三十奖的高数第十六章 这个数三的经济数学 和新现代数的第一章 这是三十奖 这个什么呀 一千题好多不会做的怎么办 正常嘛 一千题啊 这个大家呢 要从现在三月份 一直做到九月份 三四五六七八九 要用这好长的时间 去做一千题 去写一千题 去听一千题 对吧 那不会做的 怎么办 那就翻看答案 或者是看老师在课堂上 是怎么讲的 你不能说这个题不会做 那我也不管了 这不行的 不会做 就得翻答案 就得去听讲解 只能这样啊 看看 数一咋不更新十七章 数一咋不更新十七章 那下周呗 下周再更新 第十七章呗 慢慢来嘛 三十奖的科后讲解 还会更新吗 这个打算下周再讲两次 三十奖的科后习题 这个看看下周吧 下不是下周 是下下周应该是 下下周 有两次这个 有两次直播训练营 我们准备在训练营中 把三十奖的习题讲一讲 什么 买一千题 没有书课包吗 有呀 就是只要有书 就有课 俗称书课包 就是你只要买了一千题 就有这个讲解课的 嗯 好 这个时间 咱们到了七点钟 开始讲今天的这个练习题 我们今天呢 要带着大家讲三百题的第十一章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说了 要进入二元函数 研究偏导数 研究二重积分 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直播间的你已经做到了第十一奖 那么你可以边学十一奖 十二奖 十三奖 边开始做一千题 那么如果直播间的你还没有做到这个第十一奖 那那么你先不要动一千题 你就继续看三十奖三百题 就以这个十一奖为分界 因为从这开始进入下策 一旦进入下策 我们要两手抓 这一点我们待会还要说 好 今天晚上呢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丰厚的抽奖 那么直播结束之后 我们给大家安排三个中奖的一千题 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一奖 叫多元函数偏导数 那么多元函数呢 大家在学的时候 在做题的时候 要类比一元函数 像一元函数学过极限 学过导数 学过维分 学过计算 那么多元函数也是这一套 比如第一道题 上来这是什么函数 分段函数 各位 分段函数必考哪里 答对了 必考分段点吗 分段函数 分段点 是否连续 是否有导数 那怎么办呢 像这种分段点 我们都是走定义 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用定义法来去解决 来去看看有没有导 来开始被分段点的导数 那要用定义 这个导是指的偏导 比如对X的求导 那就是啊 Fx0-F00除以X 下角标对X的求极限 这叫偏导数的定义 对吧 你对X的求导数 Y要固定 Y固定成0 对X被导数定义 看Fx-F0除以X X的趋于0 这不就是导数定义了吗 好 那么这个极限等于几呢 来同学们 我们一个一个看 大家告诉老师 前面这个F是多少 前面这个F 前面这个F用哪一段 要用第一段 为啥 因为X不得0 大家都知道哈 X趋于0是指的什么意思 是指的 X不等于0的意思 那你看 如果X不等于0 要拿第一段来去用 所以第一个F 大家往第一段带 Y取0 Y取0 X不取0 一带刚好是几 是个0 那么大家再想 第二个F往哪里带 是不是往第二段带 就是0 于是呢 大家想 第一个F往第一段带是0 第二个F往第二段也是0 0-0是什么 0-0还是0 是不是0-0还是0 0除以任何一个数 大家想哈 0除掉一个不得0的数 那肯定是多少 肯定是0 做完了 注意 这个地方跟以前不一样 有人说老师 这不是0比0吗 注意这可不叫0比0 因为这个题 它的分子是真正的0 你能听懂吗 它不是趋于0 分母叫趋于0 分子叫真正的阿拉伯数字0 你能听懂吗 同学们 就是说呢 一个真正的0 它除掉谁 它都是等于0 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 你听懂没有 我们同学 这个这个得搞清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X的导数算出来了 X的导算出来 如法炮制 各位在算什么 算Y的导 算Y的导 就是对Y求极限 X固定 X固定成0 对Y被导数定义 FY-F0除以Y 那么大家算的结果 依旧是多少 依旧是0 所以这个题呢 说明什么 说明偏导数 这是存在的 好 那么偏导数存在 偏导数存在 那到底连不连续呢 有人说老师 可导币连续 注意 这个结论 在这个地方就不能用 可导币连续 这件事情 只能对一元函数 二元函数 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你不能投机取巧 说老师 有导数肯定连续 这就错了 这就犯了 一元函数的逻辑错误 好了 有了偏导 我们再看连不连续 大家想 连不连续就是干什么 是不是就是看00点的极限 是不是要看这个极限 存不存在的问题了 来 这里面涉及到求极限 开始 是不是求00点的极限 00点的极限 对谁求 就是对这个分数线 求极限 那这个极限咋求呢 大家看看 那我们这个极限 就是x乘y方 比上平方 加四字方 我们先打个操高纸 二元函数求极限 这件事情 咱们平时练的少 是吧 大家可能对它有所陌生 我们拿到二元函数求极限 比如这个题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情况去尝试 比如找什么呢 是不是找y等于kx 这条路径求极限 你想嘛 沿着y等于kx 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00点 对不对啊 就是说呢 要想00点 一定有这种路径 就是沿着y等于kx 是肯定可以达到00的 所以我们沿着这种路径 算一下 把y取什么 取kx 那上面就是y方 k方x方 底下是y4 就是k4x4 好了大家发现 把它约分 这一约分 你看x方x方x方约掉 这都约掉的话 是不是就只有这一堆了 那么这一堆的极限是多少呢 上面有x 底下有个1 显然极限为0 大家发现了 哦 这个时候极限为0 大家考虑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结果 不管k取谁 k取1是第一条直线 沿着第一条直线 极限为0 k取2 是不是沿着第二条直线 还是0 k取3 沿着第三条直线 极限还是0 也就是说 我不管k取谁 我不管沿着哪条直线 算出来都是0 好 我要问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说我不管沿着哪条直线算 结果都是0 能不能说0就是极限 同学们 这个这个想一想 能不能告诉老师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说 0就是极限 能不能这样说 答不能 绝对不能 有人说老师 你看沿着每一条直线都是0 那0不就是极限了吗 不对 你沿着直线是0 那沿着曲线呢 沿着曲线不一定是0啊 我们怎么教 是不是沿着所有路径 如果都是0 那才是真正的0 你现在只能保证 沿着直线都是0 沿着直线 那沿着曲线呢 不一定是0啊 比如我们再来看 大家想 有人说老师 那沿着哪个曲线 你看它的差别 各位 分子是xy方 是吧 x跟y差个二字方 分母是二字方跟四字方 你发现没有 分子xy差二字方 分母xy也差二字方 他们都差二字方 所以我找什么 找x等于y方这个路径 你想看 沿着x等于y方 是不是也能达到00点 好 沿着这个路径 算极限 咱们再帮老师算一下 此时这个极限成了什么 x的曲y方 上面就变成四字方了 底下呢 也就是都是四字方了 好 四字方干什么 给它约掉 看 四字方是约掉 结果是多少 结果反而是二分之一了 是不是结果是二分之一了呀 那大家想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沿着曲线是二分之一 这一下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沿着直线是零 沿着曲线是二分之一 所以回答 这道题是没有极限 是不极限是不存在 你极限都不存在 你当然是不连续了 是不当然不连续了 你如果说我怎么想不到这个路径 你得看它的差别 你听到没有 同学 你看分子是xy方 x跟y方 差了平方 分母是二字方跟四字方 二字方跟四字方也差了平方 那既然咱们两个差个平方 我就找平方这个路子去算 你是不是就这样来了吗 对不对啊 好了 那么这个题我们就做完了 这个题应该是有偏导数 但是不连续 当然应该是选c这个题 偏导存在 但是不连续 为什么不用Δx求偏导老师 一样不用再问了 好不好 允确老师 你刚才这个偏导数定义 你咋不用Δx 那不一个道理吗 我们同学啊 0加Δ 逗号0 再减F00 这不一个道理吗 你用Δx走导数定义 一样的 你这么糊涂吗 我们同学 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啊 完全一样 导数定义有两个 一个是走Δ 一个是走不带Δ 它俩是一样的 为啥等于0 你看看 这刚才都白讲了吗 你是不是刚进来啊 我们同学啊 为啥等于0 因为分子是什么 因为分子是一个真正的0啊 我们不讲了吗 分子是真正的0 真正的0 除谁都是0吗 对不对啊 真正的0 除谁都是0 嗯 好了 那么第一道题 极限不存在 不连续啊 导数存在 那就是要选C 好再往下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说已经知道小F干什么 有偏导数了 我已经有导数了 求极限 这在咱们一元函数也碰到过 对不对啊 这叫以知可导 求极限 是不是走导数定义 是不是走导数定义就行了 对不对啊 真正的0 除以0也是0吗 我们同学这什么情况 我都 我都是吧 感觉真正的0除以0 你看看我们同学 这这 这都是啥情况吗 真正的0 怎么能除真正的0 我们小学生都知道 真正的0没法做飞母 人家这个飞母 挨个子是干嘛 挨个子是趋于0 趋于0是不等于0的意思 我们同学 你咋能说真正的0除真正的0啊 你这 你这个太糊涂了 我们同学 你这个 你好像都没搞懂挨个子箭头 挨个子趋于0 是指挨个子不取0 真正的0 除掉一个不为0 那不是0是啥 你听懂没有 我们同学啊 你这不就是 对吧 你这个 这个 不对了哈 好 那么第一个 我们就说完了 第二题呢 要走倒数定义 我们来看 怎么走倒数定义呢 那你看 要走倒数定义 你看 这呢是不是有一个 FA加XB 那这是走谁的倒数定义 是不是这个地方 A加X 这个X就充当什么 是不是充当DeltaX 你应该减个谁 是不是减个FAB AB的导数要用到AB 减个AB 是不是加个AB 横等变形 是吧 这两个就是DeltaX 好 减一个加一个怎么办 拆开 是不是一拆为二 把整个极限一拆为二 有人说老师 你怎么敢拆开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变两个 为什么 经验 经验告诉我们 只要已经知道可倒 只要已经知道可倒 大家求解过程中 往往是可以拆开的 但是 这件事不能绝对化 在一千题 第三章里边 有一个巩固提高最难的题 那道题就是 已经知道可倒 但是不能拆开 那道题就是 百里条一 就是一个特例 大部分情况下 已知可倒允许拆开 但那一千题里边 就有一个怪题 它就不能拆开 你们做的时候会发现 老师在讲解中 也给你指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可以拆开的 好了 那这个地方可以拆开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极限都存在 为什么都存在 因为它已经有导数了 好了 拆开 那拆开以后 大家不难发现 这个地方就是DeltaX 看着背了 那就是A加Delta 减A除Delta 刚好上下是Delta 所以前半部分 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A的这个偏导数 是不是A点的偏导数 后半部分找Delta 这个地方不就是Delta吗 大家想 后半部分是负X 是Delta 你想哈 负X是Delta 底下最好除谁 除负X 上下长得一样 这是X 把这个负号拿给他 能明白吗 就得把这个负号拿给他 你把负号拿给他 那这底下不就是DeltaX了吗 你把负号拿过来 这就变成什么号了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加号 能明白没有 变成加了 所以呢 后半部分也就变成了一个加 加什么 是不是 加上这个X的导数 一个加一个 刚好是多少 刚好是二倍的偏导数 做完了 啊 做完了 看到没有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 这种题在一元函数也讲过 就是已经可导 这种情况下 大家求极限允许把它拆开 因为这种题是已经可导 所以拆开以后 这俩都是存在的 是吧 因为这个导数是存在的 是吧 因为这个导数是存在的 它已经可导了吗 就这个道理 好了 这是 那什么情况下不能拆开 为你有导没导的题 一般不能拆开 就是说呢 这道题是为 请问 这个题有导没导 就是为你有导没导 这种题目是不能拆开 已经告诉你有导 这种题一般是能拆开 这是经验 这是经验哈 好了 这个第二题说完了 再来第三题 第三题啊 就是求极限 这是我们同学的薄弱环节 我们希望通过第三题 能够帮同学们 把求极限的技巧 给你总结一下 你一听 你只要听懂了 待会这个总结 你会发现基础三支奖 提员一千题 好多二元函数的极限 瞬间秒杀 注意听 我要跟你讲技巧 来第三题 第一问求极限 零零点求极限 怎么办 等价待换 这不有一个三一吗 三一狗等价一狗 这都能想到 你想到了吗 我想到了 三一狗等价一狗 是吧 这不等价待换吗 好 那么等价待换之后 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 X方乘Y 给它变一下 我把X方自己放出来 然后Y呢 给它自己拿出去 成法具有这种结合 分开 X方乘Y X方在上面 Y在下面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红颜色的分数线 天生有戒 有人说老师 这东西为啥有戒 你看 有人问 老师 X方除以X方加的 为啥有戒 答显然 你看出来没有 我们同学 老师画的框框 这是不是有戒 这不显然有戒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看看 你让老师怎么说 这个红颜色显然比零大小于一 飞母大呀 同学 飞母大分子小 肯定比一小吗 这还有说吗 显然有戒吗 我们同学 糊涂 有戒 有戒成无穷小 无穷小成有戒 那不就是零吗 所以这个集钱做完了 所以这个集钱 一下子就做完了 这考同学们等价待换 考同学们 无穷小成有戒 是不是好 同学们 无穷小成有戒 好了 一般来说 一般 啥叫一般 大部分的老师 大部分的答案 都是这样做 先等价 再无穷小成有戒 但是我呢 待会跟你讲 讲个秒杀方法 我们的同学 以后这种题 根本不需要 什么无穷小成有戒 我们直接上来就知道 是零 从哪能看出来呢 不要着急 一会老师跟你总结 总结 好了 第一个讲完了 第二个不讲了 第二个 类比第一道题 类比刚才的第一道题 可以知道 集钱不存在 这个第二问 跟第一题完全一样 他就是把第一道题 XY位置换了一下 听到没有 好了 第二道题 跟第一道题一样 不存在 好 我现在给你讲秒杀方法 讲技巧 哎呀 同学们 不要这个这个 是吧 不要开小叉 看屏幕上 求二元函数 极限的技巧 大家记住 将来各位 如果碰到这种二元函数 求零零点的极限 可用如下两大结论 这两个结论 一般人不知道 很多老师也不讲 很多书也不写 但是我讲 我跟你写 这个结论 我们来看看 什么结论 好 记住 有两个前提 得是这种二元函数 得是零零点 有些老师 哪种二元函数 你看到没有 这个二元函数 有个规律 分子 是不是m次方 这俩相乘 相乘次方累加 这也是几次方 m次方 这是不是也是m次方 是不是也是m次方 你发现没有 它的分子 始终每一项 都是m次方 先听 是不是分子m次方 m次方m次方m次方 分母呢 n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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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住 将来碰到这样的二元函数 啥样的 分子 好几项 每一项都是m次方 分母好几项 每一项都是n次方 有几项我不管 我不管有几项 有两项还是三项 还是200项 总之 每一项都得是m次方 每一项都得是n次方 好 只要碰到这样的二元函数 研究零点的极限 有一个神奇的结论 看什么 看上下次方 给我记 如果上面的次方m大于下面 如果上面的次方m m代表分子的次方 n代表分母的次方 好 如果m大于n 上面次方高 上面次方高的话 这个题有可能极限为0 有可能极限不存在 有两种情况 这个时候呢 极限有两种情况 要忙极限为0 要忙极限不存在 那到底啥时候极限为0呢 到底啥时候极限不存在呢 大家检查一个事 检查什么 检查菲母 看菲母是k 让菲母的x取1 y不动 等于0 得到一个方程 看看这个方程 有没有根 再看看另外一个方程 让菲母的y取1 x不动 再看看这两方程 有没有根 如果这两个方程都没有根 立即推极限为0 如果这两个方程 有一个方程 只要敢有根 这个极限不存在 这个极限就不存在了 这个极限就不存在了 你记住哈 看次方 如果上面次方高 有可能极限为0 有可能极限不存在 那到底是0还是不存在 看啥 看菲母 让x的取1 等于0 得到一个方程 让y取1 等于0 得到一个方程 如果这两方程都没有根 这个时候极限为0 如果这两方程 有一个方程有根 这个极限不存在 好 再来 那如果上面的次方 小于等于下面呢 如果上面的次方 小于等于下面 包括等号 如果分子的次方m 小于等于菲母的次方n 这种情况啥也不看 直接回答不存在 这种情况直接回答不存在 直接回答不存在 老师能不能举个例子 来吧同学们 看屏幕上四个极限 来同学们看第一个 上面是三次方加三次方 告诉老师 这个分子 是不是每一项都是三次方 这个菲母 是不是每一项都是二次方 听到没有 上面是三次方 下面是二次方 好 是不是符合第一种情况 上面是高次方 下面是低次方 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为0 有可能不存在 到底为0还是不存在 看什么 看两件事 一把X取一 菲母看 看看 是不是把X取一 得到一个方 看菲母 X取一 一加Y方 得到一个什么 是不是得到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有没有根 没有根 你想嘛 一加Y方 哪有根 一加Y方 等于0没有根 好了 这个方程没根 再来一次 把Y也取一 那大家想 把Y取一 又得到一个方程 你发现没有 这次得到的方程 是不是要X方 加一 还是没有根 是不是 这两方程都没根 符合第一种情况 立即回答 整个极限做完了 就是我们的0的 就是0 这不就是0吗 好了 再来 大家看第二个例子 X乘Y X加Y 上面是几次方 二次方 乘法次方累加 上面是二次方 底下是一次方 是吧 你是一次方 你也是一次方 第二个例子 也是第一种情况 是不是次方高 是不是上面次方高 上面次方高 有可能为0 有可能不存在 是0还是不存在 看啥 看非母 让X的取一 这个方程有没有根 我来问同学 一加Y等于0 有没有根 同学们 有没有根 一加Y等于0 有没有根 有没有根 答 有根 只要这个方程有根 立即回答 极限不存在 故同学们 做完了 第二个例子 极限辨识不存在 极限不存在 好 再来 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X加Y X减Y 大家看 上面是一次方 底下是一次方 看 如果上下同次方 如果上面次方低 看第二种情况 是不是 M小于等于N 包括等号 上下同次方 啥也不管了 就是不存在 再看第四个 上面是二次方 底下是三次方 上面是二次方 底下是三次方 是不是符合第二种情况 M小于等于N 这种情况下 啥也不看 直接不存在 打 做完了 请你拿着这个经验 去看三十几行 一马平川 做一千题 水到渠成 这个经验特别好用 这个经验特别好用啊 我们同学 就直接套这两行结论 都不会套吗 我不相信 对不对啊 游少人为啥有这个结论 没有为啥 不必问这个结论哪来的 只要会用这个结论 你就行了 你就行了 听到没有啊 你只要会用这个结论 解题就行 至于这个结论 它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我们不管 我们不管 嗯 好了 这个可以了吧 嗯 但是一定要记住 这个结论有前提 得是这样的二元函数 研究零零点 这才行啊 嗯 记住了吗 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啊 嗯 第二个极限 好像没法套结论 这这这 我跟你举的这四个例子 这不都是结论吗 这咋就不能套结论 第二个例子 这各位这啥情况 分子是几次方 啊 这分子是二次方吧 乘法次方累加 我们同学啊 乘法次方累加 上面是二次方 底下是几次方 这底下是一次方 看到没有 上面是二次方 底下是一次方 是不是第一种情况 是不是第一种情况 是不是上面高下面低 上面高下面低 有可能为零 有可能不存在 那到底是零还是不存在 看什么 看这俩方程 有没有根呗 看哪俩方程 是不是 看飞母 X的取一 这个方程 等于零 有没有根 你想嘛 X的取一 是不是一加Y等于零 一加Y等于零 这有没有根 这有没有根 一加Y等于零 这当然有根了呀 有根 它就不存在嘛 这不就说了吗 对不对呀 这个可以了吗 上一个题 当然不能用了呀 这道题是不能用的 这个题呀 这个第二题 当然不能用了 第二题 上面是几次方 三次方 但是下面呢 下面不一样 这是四次方 这是二次方 这个就不能用 这个就不能用 那个结论 听到没有 这个不能用 这个结论 因为这底下 次方不一样嘛 你咋用这个结论呀 好了 这个不说了 我们这都半小时了 才讲这几个题 太慢了 这个直播客 就是这样 如果照顾到 大家的这个 各种评论 直播特别慢 所以我有时候 更喜欢录播客 这个录播客 就是讲 是吧 没人打断 这个直播客呀 有时候我都讲到 第八题了 有人又回到第五题 这个就麻烦哈 好 第四题 利用一个换源 U等于X V等于X分之Y 请你把这个方程 变成一个新方程 这种题重要 这叫什么呀 变量代换 化解方程 啊 原方程 是Z对XY的方程 看 Z对XY 形成一个原方程 化成什么 化成Z对UV的新方程 那这东西怎么化呀 就是求导 求出原方程的一阶岛 是吧 求出原方程 Z对X的岛 求出原方程 Z对Y的岛 那你想 要求Z对XY的岛 那肯定XY 做什么 那是不是肯定 这个XY 要当最后 对谁求岛 谁放最后 那没办法 谁只能放中间 是不是UV 只能放中间 那开始画图 是不是Z 跟UV有关系 U呢 跟X有关系 然后V呢 是不是跟XY都有关系 这不就把这个图形 画出来了吗 因为你要求什么 求Z对X的岛 所以X做最后 你要求Z对Y的岛 所以Y做最后 那UV没办法 放中间 U等于X U只跟X有关 V等于Y出X 所以V呢 所以V呢 跟XY都有关 是不是都有关呀 然后来 开始求岛 求咱们 是不是Z对X的岛 那你看 Z对X的岛 看图 Z对X的求岛 是不是Z对U U对X 看 Z对U U对X是个1 再来 Z对V 是不是V再对X Z对V V对X 就是这个负的平方 这不就求出一阶岛了吗 同理再求出什么 Z对Y的一阶岛 我把这个图擦掉了 求出Z对X的一阶岛 叫走路 求岛就是走路 求出这两个一阶岛 看 Z对X的一阶岛求出来 Z对Y的一阶岛求出来 咋求出来的 就是刚才这个画图 是不是Z跟UV都有关 然后呢 U只跟X的有关 然后呢 这个V 是不是跟XY都有关 就是大家看着这个图形 帮老师 把这两个一阶岛都求出来了 求完以后怎么办 代入到咱们的表达式 就是把把求出来的两个一阶岛 是不是把Z对X的一阶岛求出来了 Z对Y的一阶岛求出来了 把这两个一阶岛 带到这个原方程 那你看 X的乘一阶岛带进来 Y乘一阶岛带进来 带进来一整理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一个新方程 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然后等于多少 右端等于Z 那还是等于Z 这就把原来旧方程 变成了UV的新方程 他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X乘U的岛等于Z 但这X是谁 看题 X又是U 那X又是U嘛 所以最终变成什么了 最终变成了这个新方程 这就是我们的新方程 这种题是考试重点 这种题是考试重点 叫通过求导 把原方程变成一个新方程 这种方程的变形 以后会经常遇到 而这个题来的比较简单 为什么简单呢 因为这道题大家发现没有 原方程里面只有几阶道 原方程 是不是原方程只有Z对X的一阶道 和Z对Y的一阶道 所以这个题简单 因为我只要求一阶道 那如果原方程里面有什么各位 如果原方程里面有二阶道 这种题就麻烦了 而我们基础三十奖 课后习题就有这种题 基础三十奖课后习题 有一道原方程是二阶道 让你通过UV这种变换 变成一个新方程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答有印象 基础三十奖课后习题 因为那个题是我去年 给大家加上去的 就是改书的时候加上去的 我肯定有印象 对不对啊 你有印象吗 我们同学 基础三十奖 第十一奖课后习题 有那道题目 有那道题目 那道题就是原方程里面有二阶道 大家得算出二阶道 带到原方程 一化简 就能把原方程变成新方程 那基酸量超级大 那是考验真题 是1996年的考验真题 数学一的 这种题呢 这个这个在96年曾经出过 后来在10年又出过 10年 96年和10年都考过这种题 什么题 把原方程变成新方程的题 二阶考验 你放心 肯定要考几阶道 考二阶 他肯定不会像我们 这个基础三百题考一阶 这个你放心哈 不管是96年还是10年 都是考的二阶 一定要考二阶 一定要考二阶哈 那好了 这个题就说完了 打个心哈 再来第五题 第五题就简单了 是不是给个二元函数 求 是吧 就是求导数 是不是求 x的1这个点的导 大家看下角标 对谁求导 对x的求导 对x的求导 y得干什么 是不是y得固定 求偏导 就是固定一个 求另外一个 好了 这个题呢 对x的求导 让y固定 所以怎么办 咱们让y固定乘1 看 如果y固定乘1 原函数就成了新函数 看到没有 让y固定乘1 y减1没了 就剩个x 然后呢 拿着这个新函数 在干嘛 在求导 让新函数在求导 就是我们的偏导 对谁求导 当然是对x了 是吧 两端对x的求导 x的求导 那不是1吗 他就是这样做完了 就这样来的 老师对y求导 没看懂 对y求导 没看懂 你说这个题吗 你说第五题吗 第四题吗 对y求导 咋办 看图 是不是z z走u u能不能走到y 这不你得画图吗 z没法走到u 同学啊 z走u u走不到y呀 所以只能z对谁看 只能是z对v吗 z对v v对y 那这不做完了吗 为什么是x的分之一 z走到v 是不是z走到v v还得对y呢 我们同学 这不是z 这不是v吗 v对y 那不要多个谁 那不要多个x分之一吗 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我们同学啊 为什么x的分之一 你说为什么x的分之一 那v对y求导 x的当常数 那不是x的分之一是什么呀 你怎么能有这个疑惑呢 这个疑惑 这个不可原谅啊 我们同学啊 对不对呀 是不是呀 你这基本的求导嘛 z对v v对y 那不就是这东西吗 好了 有人说老师 为啥能先固定定义 告诉你的 我问你 你要求x的导 你背背背定义好不好 同学啊 你定义是怎么玩的 来比如试试 你的定义是怎么写 是不是这样写 x都号一 然后再减什么 再减掉 是不是这个 这是求x的这个点的导哈 那要求x的这个点的导 我们要减个谁 你看 是不是就是x 你想那个导书定义 你那个导书定义是怎么玩 同学们 比如要找一个点的导 是不是这样 要找一个点的导 是不是x减谁 你这样来说吧 比如x减个谁 是不是减x0 是不是逗号一 然后呢 底下再出个谁 是不是出个x减x0 然后呢 是不是求极限 让x取向于x0 这是不咱们偏导书的定义 这是不求一个点的导 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导书定义中 y的地方就先干嘛了 是不是y的地方 给它先固定成1了 是不是y的地方 y的地方固定成1了 是不是对x走导书定义 你看到没有 你导书定义就是这样干的呀 就是把y先固定 然后对x干什么 是不是对x再去求极限 那么就这个道理嘛 你们同学啊 你就是这种问题 是吧 你为啥能先固定 你对x求导 y要始终当常数 始终当常数 那我们还不如上来一开始 就把它当做常数1呢 就这个道理嘛 先固定再求导 这是经验 这是技巧 对不对呀 就这样来 好了 这是第五题 再来第六题 第六题呢 又给了个二元函数 让我们求什么 是不是求11点的违分 大家想 11点的违分还得干嘛 是不是还得求导 是不是 z对x的导 再来是不是 z对y的导 是不是还得求导 那这里面呢 还是考同学们求导 那怎么求呢 答 先固定好 看看 我要想求x的导 我先把y固定 跟上 我把y给它固定住 是不是 y固定乘一 在二元函数中 y取一 把y固定 目的是为了求x的导 y固定乘一 带进去 就是1加y取一 就是1加x的平方 这叫y固定 固定好了之后 再求导 对谁求 那只能对x求了吗 因为你看 y已经固定了 是不是左边只有x 所以再对x的求导 两边对x的求导 左边求导 就是x的导 右边求导 就是二倍的导 然后再让x取几 再让x取一 一代刚好等一次 就是这样 先固定再求导 看到没有 先固定再求导 同理 那要想求y的导 咋办 我把x先固定 你看对不对 我把x固定乘一 那就是1加y分之一 得平方 然后这样的话 固定好了之后 是不是只跟y有关 然后两端对y求导 对y求导 大家想 1加y的平方 求导是不是二倍 里面再求导 负的y方 然后再让y带入几 再让y带入一 答案还是负死 做完了 这就是先固定 再求导 好了 然后呢 两个导数做完了 所以微分底z 不就出来了吗 微分等于什么 各位 开始被微分 是不是等于导数 再加导数 是吧 x的导乘底x y的导乘底y 那这一加 不就是这个答案吗 听懂了 没有同学 就这样先固定 再求导 这样来的比较快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记住 以后 要想找到 一个点的偏导数 要找x的导 先把y固定 然后给它求导 或者先把y固定 给它走导数定义 求极限 就这两个办法 对不对 你想想 你的定义法也是干嘛 你的定义法 也是把y先固定 然后对x被导数定义 我的方法是干嘛 是吧 把y先固定 然后对x的求导 都是这样做 怎么办 先把y固定 所以以后大家要想找x的导数 必须先把y固定 固定住y 接下来可以走导数定义 求极限 可以走直接球 向屏幕上 就这样来 好了 那么这个题 我们就说完了 再往下 我们来看第七题 第七题呢 这种题 这个比较简单哈 是不是给了一个二元函数z 又是球两个一接到 这题太简单了 对不对啊 那就直接球嘛 那这个呢 咱们书上把这一大堆设成u了 你不设也行啊 就这一大堆 书上把它叫做u 你不设u也行 你就写这一大堆也行 来吧 对x的求导咋办 是不是按照惩罚口诀 前面有个x 前导后不动 然后前不动后求导 后求导 是不是fu求导 fu求导咋求 是不是fu求导 u自己在求导 对谁就对x嘛 是不是u在对x的求导 因为这个题是对x的求导 好了 然后把u对x的求助来 就是这个答案 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不是u都行 就是你把这一大堆当作u 或者你直接抄这一大堆 这都行 甚至你不写 就是这个地方 你直接写个f1 这也可以 这也对 就是好多写法 但是绝对注意 不能出现什么 不能出现f1 f2 这不对 如果谁在这个题目中出现了f1或者出现f2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为啥不允许 因为这个题没有逗号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逗号 大家记住 二元函数里边没逗号求导 只允许干嘛 只允许出现f1 或者出现fu的一批 或者出现这个y比x 或者啥都不写 有这几个写法 就是不能写f1 f2 谁写f1写f2 这是显然重在参与 这不对 这不对 听懂没有 啥样的题才能写f1 f2 是这样的题 遇到什么 比如exy 比如x乘 中间有个什么号 遇到中间有逗号的题 才会出现f1 f2 这种题才会出现 你听懂没有 你可别给我乱写 老是f1f2 哪弄的f1f2 这都没有逗号 你还f1f2呢 你就荒唐了 好了 再往下求出什么 求z对y的倒 z对y的倒也好求 前倒后不动 前不都后求倒 是吧 然后呢 是不是来个u对y的倒 那u对y的倒 那就不从这就求出来了吗 一整理行了 好了 两个倒都求完 往里一带 是吧 把这两个一阶倒 带到这个表达师 一整理出来了 最终的答案就是这个2z 这个计算过程 我们不再说了 可以吧 像这种题 屏幕前的同学 这种题应该不需要老师 再额外的强调了 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就直接把它说完了 这种题就是没逗号 一句话 没逗号求导 不许出现下脚标12 有逗号求导 必须出现下脚标12 就这样来 好 可不可以不换成z 就写这个答案吗 写这个答案也对 就是写前面这个答案 也给分 但是最好还是写2z 好 看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又来了 同学们 这个题有没有逗号 第八题 先告诉老师 这个第八题小f 有没有逗号 有没有逗号 答没有 没有逗号 绝对不能出现下脚标 只能出现f1 只能出现f2 只能出现这东西 当然你说出现u 写个u也行 你说出现谁 啥也不写也行 你说写个x-2y 这样也行 就是这几个写法都行 就是不能写下脚标 谁写下脚标谁错 听懂没有 你就是这样来的 同学们 你得看到关键词 好了 来求导 这个题麻烦一点 求二接导 来 先求一接导 是不 先让他对x的求导 对x的求导 前导 就是变个负号 后导 f求导 打e 然后里边再求导 大家想 里边对x的求导是几 其实是个1 这个1呢 大家就不写了 就不写了 听懂没有 看这个地方 绝对不能出现下脚标 只能写f1 或者这里边不写也行 就正当不写也对 不写也对 好了 这是我们的一接导 再往下 是不是就是二接导了 二接导 是不是拿着一接导 对y导 注意是对y导 对y求导 第一项就没有了 这是x 对y当常数 常数求导为0 那只有第二项求导 负号照抄 f1接导 一接导求导 不是二接导了吗 听到没有 是不是f1 再求导 变成f 完了吗 没有 是不是里边的这个什么 是不是里边这个 负2 还得再求导 负2 Y求导 不得多个负2吗 同学们 一整理做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能明白这个题了吗 明白这个题了没有 我们同学啊 这个题也可以吗 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 我觉得这个题也可以吧 是吧 这个题也没有什么难度吗 没什么难度 好 我们再往下看第九题 第九题这个题就是不一样了 这有什么号 标有逗号 第九题是小f有逗号 f++xy能写吗 啥意思 啥意思 f++xy 哎呀 这都白讲了吗 这不这么多 他说老师能不能出现这东西 你这不是我白说了吗 都 我都说了八百遍 没有逗号的题 没有下角标 你f++xy 不就相当于f12了吗 我都说了 没有逗号的题 不允许出现下角标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经典错误 你们同学啊 当然不能写f++xy 啥叫f++xy 这太荒唐了 这都 哪弄的f++xy f++xy 就是f++12 就这下角标 我咋说的 没逗号 不许出现下角标 这不都说了吗 我们同学啊 你不许出现下角标 我们同学啊 那 好 第九题 这个题 有逗号 有逗号必须出现什么 下角标 是不是有逗号必须出现下角标了 来 这种题 他第一不得画图 是不是先画出这个z的链式复合图 是吧 z首先跟第一项有关 这是1 z呢 又跟第二项有关 我们认为 逗前叫1 逗后叫2 是不是跟这个12有关 然后1跟谁有关 大家看 1就是这个平方减平方 是不是第一个位置跟xy都有关 第二个位置 是不是也跟xy都有关 把这个链式复合图给他写出来 是不是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来 这不见了小伙伴 这个图会不会画 如果这个图形不会画 你就完蛋了 二元函数在逗号 必须像这样画好图形 画好图形 然后开始求导 来吧 先求1接到 来 z对x求1接到走路 求导是走路 z对x求导 就是看图 从z走到x他家 从z出发 快马加鞭 跑到x怎么走 让f先走1 是吧 出来个f1 看到没有 是不是f先走1 然后呢 是不是1再走x 走就是求导 1对x求导 就是2x 那么走完了 还有f走到2 就是f2 嗯 就这个f2了 f2 然后呢 2在干嘛 是不是2再走到x 2走x 就是1求导 1求导 1不动 多个y 这就是我们的导数 这不就可以了吗 那这不就把导数做出来了吗 我们的同学 啊 看看 是不是这样说呀 我们的同学 这个没有问题啊 是吧 这是我们的1接到 同理再来一把 是不是求这个y的1接到 求y的1接到 眼睛往y他身上走 是吧 从z出发往y他家走 快马加鞭 f走到1 看f走到1 然后1再对y求导 啊 然后f走到2 2再对y求导 这不就出来两个1接到了吗 对不对呀 就这个意思 有人说老师 这个下角标f1 能不能写成fu 答这是可以的 就是有的人喜欢写1 2 有的人喜欢写什么 写uv 但是呢 我们这个 这个没有硬性规定 写12 还是写uv 都允许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还是都写12 大部分情况下 还写12哈 写12 好了 1接到球出来了 再往下就是难点 干什么 球2接到 这就是同学们容易出错的地方 是不是 球 逗号的2接到 是不是 这个家伙 是不是先对x的球 再对y球 对x的球 在这上面猫着呢 是不是 拿着上面1接到 是不再往下对y球 那你想想 对y球 的2x不参与 因为对y球 的2x当常数 是不是2x的照超 是不是该让f1出马了 同学们跟上 是不是要拿f1对y球 的 你想想啊 是不是这个逻辑关系 要拿f1对y球 的 可是这就错了 说老师 f1是个什么东西 f1咋对y球 的 大家开始背 背什么 小f是这个图形 小f1 小f2 小f谁 都是这个图形 也就是说 小f1 他也是这个图形 所以同学们 你要想让 小f1 对y球 的 得重新 看这个图 咋看 让f1当起点 图形 还是这个图 还是这个图 那就f1当起点 往y他家走 你听懂没有 是不是这样 来同学们 是吧 f1当起点 往y他家走 那咋走呀 看图说话 来同学们 怎么走 是吧 f1先走到1 1再走到y 所以出来个谁 出来个f11 是不是f1走到y f1走到1 是不是1再走到y 那不多个-2y吗 完了没有 没有 再让f1走到2 看 f1走到2 2再走到y 所以又多个什么 多个f12 2走到y 多个他 这才是我们的f1 求到的答案 很多人初次学 都是错在这个地方 不会求f1往下 f1再往下 要让f1当起点 然后再找终点 然后再次走路加起来 再次走路 同学们 这个可以吧 是不是在基础三十讲 宇哥也给大家专门讲过 是不是f1也好 f2也罢 都得重新走路 是不是这样来理解 就这样来的 为啥f1也是这个图形 为啥呢 道理特别简单 我问同学们 小f是什么 是不是x方-y方 逗号 是不是y的什么 是不是y的x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啥f1也是这个图 我问你 这个f1严格说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f1严格来说 还是里边这一串呀 咱们平时说的f1 只是一种简线 其实真正的f1 就是把这个小括号抄下来 你看f1跟f这里边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小f跟12有关 那f1不也是这个图吗 那不也是这个图吗 看到没有同学啊 为啥小f1也是这个图 这不看懂了吗 小f里边是这 小f1这里边还是这样 这里边还是这样 这咋还问 为啥f1是这个图 老师这不讲了吗 同学咋这糊涂呀 你看没有 小f是不是跟他俩有关 那你看到没有 那小f1呢 这屏幕上白纸黑字 是不是小f1 也是跟他俩有关呀 那也跟他俩有关 那小f1自然也是这个图呀 你这个就是 是吧 你这个过分了 f1当然也是这个图了 好了 再往下干什么 没完呢 还有呢 各位 你这只是把f1求完了 还得求谁 后面还有一个 Y乘义f2 来吧 Y乘义乘f2 这是三项相乘 各位 你还记得吗 三项相乘怎么导 UVW 三项求导 跟两项求导 道理是一样的 一个导 两个不动 一个导 两个不动 一个道理哈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将遇到三项求导 三项求导 一个导 两个不动 再一个导 两个不动 来 第一个Y求导 什么 Y求导 后俩不动 第二个E求导 前后不动 最后该让f2求导了 f2求导咋导 答对了 是不是f2求导 让f2重新走路 看到没有 这有个f2 大家呢 让f2重新走路 走下来 就是这一大堆 是吧 让f2先对1 1再对Y f2再对2 2再对Y 最终 大家合并同一项 结果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长 咋合并 因为它有2接连续导数 保证什么了 是不保证 待会儿f12 是不待会儿f12 跟f21 相等 大家待会儿 利用这个等号 就能合并出最终的结果 这就做完了 可以吗 我们同学 像这种答案 带f11 f12 fr 多像是每一项 按什么顺序排列 无所谓 你只要不漏就行 你比如说人家写11 写12 写22 你怎么写都行 你把12写到最前都行 就是只要你的答案 最终是这几项相加 都对 你忘了吗 加法具有交换率吗 这有什么 没什么纠结的 比如a加b再加c 你写成c加b再加a 这都对吗 就是谁在前 谁在后 这个不需要计较 只要你的答案是这几个人就对 听到没有 这个随便 好 那么这个就说完了 是吧 好 这个题我们就到此结束 你给我背入一个结论 先画图 然后f1还是这个图 重新走路 然后f2也是这个图 重新走路 就这样了 f12等于f21 这不写真的吗 这个同学 陶 你的名字我都不认识 陶什么借 这位同学 这不写真的吗 f12不等于f21吗 他俩相等 待会能画简吗 一画简不就把最终答案画出来了吗 这个咱们不再画简了 你自己画画就行了 好 再往下第十题 那么第十题 这是什么函数 什么函数求导各位 这叫什么函数 刚才叫符合 这叫隐函数 是吧 z由这个方程所确定 求他的导 这叫隐函数求导 隐函数怎么求导呢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走公式 是不走公式 有啥叫公式呢 第一步 把这个方程变形 把原方程变成什么 变成等于0的模样 变成等于0 把左端记为什么 记为一个大f 是吧 把原方程一向变形等于0 左端这一坨记为大f 是不把左边记为大f 然后分别求什么 求大f对x的导 注意 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 用这种方法做的同学 特别容易出错 我给你解释一下 哪里出错 来同学们 这个大f对x的求导 咋求导 咋求导 那永生老师 你看大f是这一大堆 这一大堆 如何对x的求导 永生老师 这咋求呀 z是xy的函数 他说你看 z跟xy有关系呀 注意 注意什么呢 同学 如果你是用屏幕上 这种大f的方法 这个地方对x的求导 z要当常数 y也要当常数 就是这个地方 不允许把z认为 跟xy有关 这是一个细节 有人说老师 那明明z跟xy有关 你为啥这个地方说 z当常数 因为这叫公式法 用公式法的细节就是 对x求导 他们都要当常数 对y求导 别人都要当常数 对z求导 别人都是常数 公式法在用的时候 大家地位平等 不分谁跟谁有关 这个需要注意哈 对了 你你你 仅限公式法相互独立 对了 就是你你不要说老师 这明明z跟xy有关 你咋说z是独立的 因为这叫公式法 就这个方法的要点就在这 来同学们 那既然相互独立 大f对x求导 是不是z加y当常数 z加y当常数 是不是常数 这是什么函数了 这是密函数 常数比如三 是不是三的x的四方 能明白吗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3x了 有点这个感觉 3x的指数函数 指数函数求导怎么办 是不是3x的Long3 那你看这个导数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呢 再来x方求导就是多少 就是这个2x 那不就有了吗 明白了没有 我们同学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对x的求导 再来对z求导 那同学们 对z求导 谁要当常数 各位 对z求导 x的y都是当常数 来想了 如果是对z求导的话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什么 z是变量 y是常数 x是常数 这有点相当于什么感觉 是不是相当于以前的x的三次方的感觉了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感觉了 因为z在里边 是不是底下是变量 上面是常数 这是什么函数 当密函数 这个时候对z来讲是个密函数 密函数求导 是不是次方下来多简易 是不是就这个感 是不是次方下来多简易 x的方当常数没有了 走完了 这就对z求导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x的导 z的导 都有了 然后往公式带 这就是我们要的 z对x的导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 公式就是 让大f对x的求导 做分子 然后大f对z求导 做分母 前面加负号 别忘了加负号 有人说老师 为啥要加负号 答不解释 自己看基础三支奖 你如果问我为啥加负号 那你肯定没有看三支奖 基础三支奖 专门对这个公式做了推导 为啥加负号 我这个咱们可不能说 老师你把负号 什么都给我讲一讲 那还要基础三支奖干什么 对不对 那还要基础三支奖干什么 你说对不对 基础三支奖 你得先看先听 然后来基础三百题练习 对不对 你得这样来 同学 好了 那就是有个负号 然后把对z的求导 上面带下来 对z求导 带下来前面加负号 做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天导数 然后往里带出数据 取11这个点 那是不是就是xy都取1 那当xy都取1的时候 要先干嘛 大家还记得 隐含数的题一定要先干嘛呀 是不是先带出来谁 让xy都取1 是不是借助原方程推出谁 是不是推出z的指 那这咋推呀 xy都取1往这带 是不是z加1等于1 z加1等于1 z就是0嘛 xy都取1 带到原方程 得到z取0 z取0了 最终往这个地方一带 那咱们的导数不就有了吗 所以最终咱们的导数出来了 就是这个1分之1 那最终不就有了吗 把xy都取1 带到原方程 得到0 来 z取0 y取1 x取1 z取0 y取1 x取1 x取1 那都带进去 不就有了吗 都带进就行了 好了 这个题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再来 这个题呢 我们再讲一下 像这种隐含数的题 要想求倒 除了用刚才的公式法 还能怎么办 两段直接求 咱们在上策 是不是都是这样干 是不是左边直接求 是不是右边直接求 能明白吗 是不是左边求倒 等于右边求倒 然后就干嘛 是不是就解出来了 我们可以两边直接求 但是呢 两边直接求 有点麻烦 怎么办 先取对数好 这个题 先给他取个对数 取对数 x就下来 来个long 取对数 x的方就变成2long 然后两端求倒 对谁倒 当然是对x的求倒了 是吧 接下来两边对x的求倒 是不是两边对x的求倒就行了 那大家想 两边对x的求倒 注意 注意 这个方法在用的时候 这个z要当什么看 z要当函数看 这叫直接法 刚才叫公式法 如果是两端直接求倒 遇到z 要当做x的函数 来 x求倒 前倒 后不动 然后前不动 后面long 求倒 long 求倒 颠倒过来 然后里边的z 可别忘 这个z 这次得求倒 得写个谁 写个z 这个地方得写z 这个地方得写z 然后呢 二倍的long 求倒 那不就是x的分之二了吗 然后代入数据 什么x的取一 y取一 带到原方程 得到z取零 得到z取零 再往上一带 就能带出谁 带出咱们的偏导数 就行了 就是大家记住 以后隐含数 有两个方法 一个像刚才那样 走公式 除法加符号 细节是互不影响 一个是像屏幕上 两边直接求 或者先取对数 然后两边直接求 这个方法 在做的时候 z要当函数 这一点不一样 不一样 好 再往下 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考什么呢 考了一个二元函数 z等于xy 问00点 是不是极致点 那同学们 这种题 太简单了 这种题 是不是已经告诉你 找00点 00点 是不是极致点 我们来检查一下 00点的导数 是不是先看 00点的导数 得不得0 求导 那你看 z等于xy 这太简单了 z等于xy 对x的求导是y 对y求导是x 把00带进去 把00带进去 显然都是0 故 00点导数为0 这叫什么点 答对了 这叫注点 这叫注点 是不是00点是注点 这先说清楚 它是注点 是吧 你这个c就错了 你这个d就错了 是吧 这肯定是注点 00点是注点 那00点是不是极致点呢 a说是极致 b说不是极致 同学们 你怎么给忘了呢 二元函数 怎么回答 这个点是不是极致点 算abc呀 同学你不要受答案的影响 是不是算出a偏导 算出b偏导 算出c偏导 检查b方减ac 如果b方减ac大于0 那么这个点就要不是机制点 go 做完了 选不是机制点 这个题 选rb 这个题 啊 你得算二级导 不就行了吗 说老师答案不是这样做的 我管他了 答案叫参考答案 答案是死的 人是活的 是吧 办法总比困难多 你管他答案干什么 你要跳出那个答案 你不要把答案束缚住你 给你答案的本意 是想让你获得一些经验 但是你不要因为答案把你给捆住了 这反而还不如没有答案的 你说对不对啊 啊 注点什么定义 注点就是导数为零的点 啊 注点哈 注点就是导数为零的点 导数为零的点就叫注点了 就叫注点 好 这个可以了吗 可以吗 这个题 好 做完了 再来看下一个题 第十二题 又给了个二元函数 还是位零零点 位零零点 是不是注点 是不是极止点 那来咱们看看 零零点的导数怎么办 先代入再求 来吧 把Y代成零 大家想 Y取零 这就变成啥了 因为我要求导吗 Y取零的话 往里代 就是X的平方开根号 就是什么了 就是X的绝对值 大家都知道 X的绝对值 在零点 有没有导 是吧 X的绝对值 在零点没有导 刚才咱们讲了 先固定再求导 我把Y先固定 得到X的绝对值 两边求导就行了 但是右边绝对值没有导 绝对值没有导 就表明什么 表明这道题 对X在零零点 导数不存在 做完了 那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呀 导数不存在 是吧 先固定再求导 先固定得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导 就是偏导 那如果这个函数没有导 那就没有偏导 就这么简单 好了 偏导不存在 这个题 所以呢 这个A就错了 是注点 B就错了 答应应该是不是注点 不是注点 那偏导不存在 我怎么看 是极小 还是不是极小呢 这个地方怎么看 是不是极值 跟刚才不一样 刚才是怎么看 是不是刚才是算二阶岛 是不是算出ABC 回答是极大极小 有人说老师 这个地方也算二阶岛 你疯了吧 一阶岛都没有 哪来的二阶岛 故这道题 没法用刚才的ABC 二阶岛 只能干什么 回归定义 回归定义 不难看出 什么呢 在00点的附近 这个二元函数 都是大于什么 大于Z00 因为00点刚好取到0 根号肯定比0大 这叫什么法 对了 这叫逼不得已的定义法 根据定义 应该知道 本题应该是极小之点 做完了 这叫定义法 不难看出嘛 不难看出 这个点是个极小之点 这叫定义法 定义 是吧 观察 就这样来的 不难看出 等号根本也想不到 啥意思 不难看出 等于根本想不到 你这个 考研数学 就要有这个能力 叫观察法 你得慢慢接触 老师 哪有观察法 这个说法 你做题 你就别叫 你做题 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 你想看答案 就不告诉你 就一句话 不难看出 显然 归纳可知 这个 怎么 怎么样 他都是这样写 就是这一步 真的需要大家 慢慢的在复习的过程中 获得这种提升 你真的有这个 得有这个观察能力 你这个观察法 它确实是我们 做题的一大经验 观察法 同学 这一点 十一题 为啥不先把零往里带呢 你可以往里带呀 我们同学 有区别吗 你第十一题 咋不先往里带 你第十一题 往里先带的话 待会儿二阶岛 就不好算了呀 我先算出 这个地方的一阶岛 是为了待会儿 算这个二阶岛 埋下伏笔呀 我们同学 听到没有 你如果只是为了 求一阶岛 你当然也可以往里带 把零往里带 你零往里带 就是零了吗 零的话 那求岛 肯定是多少 零求岛 肯定是零吗 这样做没毛病 但是这样做的话 待会儿二阶岛 就麻烦了呀 我们同学啊 对吧 老师这是为了 帮你待会儿 能方便求出二阶岛 我才没采用 先带入再求岛 如果你说老师 我就想这样做 那当然是可以了呀 对不对呀 可以了哈 好了 再来第十三题 这是考验真题 求二元函数的极值 那这种题呢 我们在一元函数就讲过 找极值 分两步 先找再判 先找再判断 先找再判断 来 从哪里找 各位还记得吗 是不是从岛数为零找 求岛求岛 让岛数为零 这叫先找 是不是对x的求岛为零 对y求岛为零 求岛为零 找什么 找值得怀疑的点 找到了 让岛数为零 让岛数为零 找到一个点 值得怀疑 就是一分之一 逗号零 这不找到一个点吗 看到没有 我们同学 那 这不就这样来做吗 找极值 先找值得怀疑的地方 哪里值得怀疑 岛数为零 对x的求岛为零 对y求岛为零 解放成组 解除这个点 解除这个点之后 再往下干什么 看这个点 到底是极大极小 那怎么办 是不算这个点 刚才的abc去 是不把这个点的abc算出来 abc是什么 二阶岛 所以来吧 往下 你得算二阶岛 是不算x的2 算xx二阶岛当a 算xy当b 算yy当c 然后把这个点带进去 把这个点带进去 得到a 得到b 得到c 然后根据什么 根据a方减bc b方减ac小雨灵 小雨灵叫什么 小雨灵叫极值 极大极小看什么 看a a比零大 故这个题 就不但是极值 而且是极什么呀 而且是极小值 造完了 这不但是极值 已经是极小值 这种题 我们就完全计算就行了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不再带着大家 逐一去计算了 听到没有 我们同学 这种题 你就老老实实动比算 说老师 那你这种题 如果计算出错 你得晚上学到两点钟 你只是求个一阶岛 求个二阶岛 你还求错了 那还得了 你怎么能考一百三呀 不行 是吧 你这个得自己算 自己算 这个题可以用不难看出吗 这个题好像很难看出 是吧 很难直接看出来 这是一个极小值 这个题不可以 不可以直接看出 对吧 这个不行 好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 第十四题 这是什么呀 经典的好题目 在椭圆上找一个点 这个点在椭圆上 求该点到直线的距离 还记得中学里面 点到直线的距离吗 忘了 中学数学 是不是学过点到直线距离 还记得这个公式吗 一个点 比如P是XY 一个点到一条直线L的距离 还记得没有 同学说老师忘了呀 忘了 那你看忘了 那就忘了重新减吧 来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在椭圆上随便找一个点点P 假设P是椭圆上一个点 是不 算出点P到直线的距离就行了 这个距离还记得没有 这是公式哈 就是根号下A方加B方 就是这个直线的两个系数 根号下2方加3方 刚好是13 分支这个点乘上第一个系数 Y乘第二个系数 再加第三个数 那他们三个一乘来个绝对值 来个绝对值哈 是吧 对了 是高中解析几何 高中学过椭圆 学过双曲线 是吧 学过焦点 学过焦距 学过离心率等等 学过这种距离 这是高中数学哈 好了 这是个公式 记住哈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了距离 真的有个绝对值哈 为啥有绝对值 因为距离是正的 所以真的要加个绝对值 好 接下来 我们找到了距离 距离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要找距离达到最小 就是找这个二元函数达到最小 那大家想 这个距离要想达到最小 怎么办 是不是 这有个绝对值呀 有绝对值 没法求导 重要思想 转变 要想找绝对值的最大最小 转成什么 转成平方的最大最小 这个思想非常重要 这是对目标进行等价变形 你考绝对值 我转成平方做 因为绝对值不好求导 平方好求导 所以接下来就理解为 找这个平方的最大最小 在哪里找 在椭圆上 你看这里面的xy来自椭圆 所以就是平方是研究对象 椭圆是约束条件 所以这就是什么了 咱们大学数学的拉格朗志条件极值 是不是 把研究目标就是平方 本来是绝对值 我不找绝对值 我找平方 是吧 平方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约束条件是椭圆 在椭圆上 那不就加上一个什么 是吧 加上一个莱姆塔倍的约束条件 是吧 是不是目标是距离 目标是平方 就是根号的平方是13 绝对值的平方是平方 这是我们的目标 加上莱姆塔倍的约束条件 然后怎么办 求导为0 是吧 对x的求导为0 对y求导为0 对莱姆塔求导为0 求导为0 得到这样一个方程组 从这个方程组中干什么 解除可疑点 能解除两对值 一个是五分之八 五分之三 一个是负五分之八 负五分之三 有人说老师这两个答案 怎么解的 你看 这两个怎么解的呀 这两个怎么解的 这个应该不用多说了吧 怎么解呀 是不是从上面这个地方 来去解方程 这叫第一个方程 大家看 这是第一个方程 这是第二个方程 这是第三个方程 大家先利用前两个方程 能够推出 要么莱姆塔取0 要么y等于八分之三 先从前两个入手啊 就是先从这两个入手 先从第一个方程跟第二个方程入手 从这两个方程入手 大家不难发现 你看 这有一个2x 这俩可以约掉吗 是不是小包包可以约掉 给第一个方程乘个6 乘6就是24 给第二个方程乘4 4 6 24 6 4 24 第一个方程乘6 减掉第二个方程乘4 他俩一减 就能把这一个前面这个地方 就能约掉 竟然得到什么 竟然得到要么莱姆塔为0 要么y等于八分之三 x 然后分两种情况 如果莱姆塔取0 那怎么办 再往第三个方程带 带到第三个 发现没有解 如果y取八分之三 往第三个带 刚好就有解 就这屏幕上 就这东西哈 这个 怎么解的屏幕上 都给你们打出来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哈 先从前两个入手 找xy的关系 找到 老师可以直接令xy去解吗 当然不行了 你这是什么情况 说老师 我直接令xy去解 什么样的题 才能直接令xy去解 同学啊 我知道你想投机取巧 你想用那个技巧 但是你不能这样乱用啊 我们同学啊 啥时候才能令xy 等于y 答 约束条件 和目标函数 他们两个xy地位对称 你只有什么呀 只有你的目标 和你的什么 和你的约束条件 目标和条件 对xy都是对称的 那种题才能令xy等于y 你这是不能乱来呀 我问你 你这个题 约束条件是不是妥原 xy方加4 y方等于4 你如果把xy地位一换 腿圆都变了 你连腿圆都变了 还x等于y 那不是瞎闹吗 我们同学啊 你这 你这肯定不行啊 要想 要想直接令x等于y去解 得是约束条件 xy地位平等 并且约束目标 约束xy也平等 条件中xy平等 目标中xy平等 才能令x等于y 你这道题你没看出来吗 我们解的是什么 我们找到的是y等于8分之3 这根本就不是y等于x呀 我们同学啊 这根本就不是y等于x呀 你得用事实说话 对不对啊 你得用事实说话呀 你这个 你不能乱来 y等于x 你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啊 这个这个 说出来没有 我们同学啊 这个这个题可没有y等于x啊 这个题明显x跟y不相等 嗯 好了 那这样解除两个值 然后这两个值比大小 把第一个值带进去 得到一个距离 第二个值带进去 得到一个距离 一比大小就知道 哪个点的距离大 哪个点的距离小 是不是第一组点产生的距离小 他就承担最小 所以第一组点成为什么 成为距离最短的点 做完了啊 为什么要加 拉姆他的倍呀 好 回去看书吧 有人说老师 这个地方为啥有个拉姆他背啊 这个没法解释 不解释了啊 你看看 老师这个叫为啥有个拉姆他背 这个这个不知道 说老师解不出来 同学还解不出来 这屏幕上右上角给没给你 右上角给没给你 右上角 右上角都给你打上去了 这三行你还说解不出来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了 这右上角都给你们打出来了 你居然说还解不出来 这个不说了哈 不说了 动动笔吧 我们同学 你看看 人家都告诉你了 要么是拉姆他等于零 你看看 再说一遍 先用前两个方程 这有一个四倍 这有一个六倍 怎么办 给第一个方程成六倍 给第二个方程成四倍 你看六四四六一样 二者相减 就能得到什么 二的地方成四变成什么 二的地方成六 是不是十二 这就变成十二拉姆他了 底下的成四是变成三十二 十二等于三十二 推出拉姆他等于零 推出歪等于八分之三 两种情况 如果拉姆他为零 如果拉姆他为零 大家回到第一行 或者回到第二行 就能得到这个式子 回到哪都行 能得到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 又能得到Y等于他 得到Y等于他 这个黄颜色 往第三行带 X方不要动 黄颜色Y往里带 这不就变成了一个二次函数吗 二次方程 被求根公式 发现这种情况没有解 叛边是比零小 B方减4AC小于零 没有解 那只能是第二种情况 Y等于八分之三 X 把Y等于八分之三 带到第三行 然后得到一个二次方程 被求根公式 就找到了 就这样来 这个就说吧 你自己解一解 啥万一 为什么偏F比X为零了 什么偏F比X为零了 啥意思呀 说这个地方 有人说老师 这个地方为啥 偏F比X为零了 这是没看书吧 我们同学 这没看书吧 对吧 我们同学这个问法 这个很让人揪心呀 你要找最大最小 是不是在导数为零的地方找 那是不是得令导数为零 令导数为零 令导数为零 让导数为零 是不是目的是为了寻找哪些点 值得怀疑呀 对吧 就得让导数为零啊 让导数为零 是不是就找到解方城 找到两个点值得怀疑 这两个点比大小 谁小 谁代表最小 谁大 谁代表最大 啊 回去看看书吧 我们同学 看看基础30奖 对不对呀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下次直播 我就把这个评论区关了 对不对呀 我们这个不行的哈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 你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我们同学压根 这就有些同学就没看书的 是吧 书上的基本公式 书上的基本 呃呃 内容 他好像都没有看 这个是不合适啊 不合适啊 高中的方法可以做吗 可以用高中那种什么相切 是吧 你想想 这有一个椭圆 是吧 跟椭圆相切的有两条线 一条线刚好是最距离最长 一条线刚好距离最短 大家可以用中学的数学相切的方法 这个不再说了哈 只不过那个方法有局限性 只能做这个题 但是我们讲的拉格朗志的方法 具有一般性 这是大学数学特色 条件机制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还是要用我们这个方法 用我们这个方法哈 那 好了